好 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头条焦点 去年12月27号 总统蔡英文亲自主持 强化全民国防兵力结构调整方案记者会 要恢复2024年一年的征兵制 一无一 那么试用对象是2005年出生的一男 只要是05年以后出生的 那么在2024年的1月1号起 通通都是当一年的兵 在昨天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崇燕 有秀出总统蔡英文在关底的这张照片 好 我们来看看张照片有什么不一样呢 她在跟这个国防幕僚讨论 这个兵役制度的照片的时候 只见照片中的蔡英文跟其他三个人 是围在桌子旁边讨论 那么总统蔡英文是没有坐在椅子上 而是干嘛 她是这样子蹲在地上 这一条腿是蹲着嘛 好 另外一条也是 好 蹲在地上 那么呢 现在呢就有人在说啦 这张照片到底是有一种 剧照的感觉吗 还是这个批图过的呢 等等 就大家就是想说 为什么要刻意秀出这张照片 黄崇燕就说啦 从总统蔡英文手指着 这个一个字一个字 自知斟酌的去修改意见 就能够知道 这个过程多么的呕心力血 多么的被看中 因为总统自己都蹲在地上了 讨论国家大事 那张静就说啦 好 假如呢 要花时间在什么你一些新闻稿啦 还有拿捏一些这个论述发言内容啦 翻来覆去的修改字词 对外公布之后 还要不断找政府官员出面补充说明 才能够平息各界的声浪 真的是 饭桶也不过如此啊 好 话说的酸溜溜 网友就想问啦 我就问 兵役延长制度前前后后 能够修改56个版本 这不是你们效率太差 不是无能 那是什么呢 还有人说呢 叫一屋一家属给你跪 看能不能不打仗 也有人说 就算是蹲地讨论好了 干嘛要拍照 何必呢 根本就是为了宣传的作用嘛 看了就觉得 有点太假了 太做作了 也有人说 就是做秀吧 之前不是还有蹲着洗碗照吗 这个是网友的一个最新回应 另外我们还要来看到什么呢 什么时代了 还有人在用纸本的文件 另外又有人说56个版本修改完之后 资料还可以这么的少 以及为什么四个人就可以决定 兵役要延长呢 另外就是太搞笑了吧 请问一下 这旁边这张不是椅子吗 你有椅子不坐 你蹲在这边干什么呢 这不是作秀 什么才是作秀呢 好我们持续好来看到的是 恢复这个一年的征兵制 在二零二十年的一月一号 就会开始实施 黄崇燕昨天就有释出了 这张蹲在地板上 讨论的照片 可是有网友就开始了 有各种的质疑 明明旁边有椅子 干嘛不坐 今天这个消息讲说 他这个版本改了非常多次 包括蔡英文 你看总统本人都亲自蹲下来 在那边在那边修修改改 很辛苦啊 要延长八个月 是很辛苦这样子 讨论出来的 蔡英文懂军事吗 他总统不就只是 应该找对的人 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去建军 然后去带兵吗 那蔡英文你自己跳下来 参与调论代表什么 代表这位将军 他们的计划没什么了不起 你今天改两句话 我明天加个意见进去 东改西改变成一个拼凑的 所以这件事情 基本上如果你是这样治国的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 有什么了不起 我反而觉得很担心 是不是什么的方案 为什么国家这么多政策 搞得似不像 钱牛头不对马嘴 然后就是因为你老娘都要下去 我来改两句好了 我来改两句 就是教授改学生的作业 然后当场就给你改五十几个版本出来 那你之前你有做过很精确的研究吗 那你说到总统面前去的都可以改五十六次 那代表你那个方案不是很烂吗 那我们这些将军们 我们这些幕僚们是不是 是不是也可以 对不对 这个就打包收一收 因为有你没你没差 总统都给改你五十六次 所以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正常的治国的方式 这是第一个 你这真的这能看吗 这能看吗 不但是这个场面很难看 重要事情是他背后传递的讯息很荒谬 这个场景你跟我说 他们是过年聚在一起玩呱呱乐 我就算了 结果是改兵役的方案 这不是太夸张了吗 然后第二层次就是黄重燕 这照片别人也不会知道了 就他就黄重燕公布出来的 而且你看这个画面 如果不知道导播能不能拍得更细致一点 你去看他还非常仔细的去把去把资料的内容 马赛克起来了 而且马赛克的非常准 你看蔡英文的手 蔡英文的手是很清楚的 他几乎做的蛮细致的 蔡英文的手 因为蔡英文的手跟笔都没有批掉 只有他的文件批到都摆的 代表什么 代表这是一个精心的后制过的照片 他是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传 于是请他们的影音小编非常认真的去 去这个处理他的这个马赛克的部分 然后再让傅秘书长拿出来跟大家宣传 你是希望我们怎么想 我知道你希望我们怎么想 我希望你把它想象成说 当年蔡英文在选举的时候 有一个蹲在小吃店外面 下面自己洗碗的画面 觉得蔡英文是如此之清零 如此之情政 但是事实是这样子吗 当时蔡英文蹲在那边洗碗 他后来还有再去 再去什么小吃店洗过碗吗 所以这些事情民众第一个就已经不相信你们这种宣传了 第二个你拿国家大政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放出这样子 放出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照片 你又想要骗我们一次 又想要带一个风向 我们有一个比较大张的照片来看 这是比较远途 我就不知道你旁边就有椅子啊 你连拉张椅子过来坐都不会的 你会治国吗 你拉张椅子过来坐都不会了 你跟我说你会治国 我只会这样想啦 我不会按照黄崇源希望我们想来说 总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顶多觉得 觉得蔡英文很厉害的一个点 就是六十几岁了 他的脚居然可以外翻一百八十度 这个筋骨是非常嫩Q的 他的脚力还不错耶 对他的那个脚长 怎么可以跟脚的那个角度 呈现这样子九十度 我感觉好嫩Q 这是我唯一想要夸奖蔡英文的地方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他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好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